今天清晨还是蛮冷的 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石门 只有9.5度 原本气象局有针对几个县市 发布低温特报 不过在刚刚都已经全数解除了 各地慢慢回温 北台湾的高温可以来到15到18度 其他地区有20到25度 中南部要留意日夜温差大 天气方面在桃源以北跟东半部 整天云量还是比较多 会有局部短暂雨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要注意可能会有大雨发生 其他地方是多云道晴 小弟您要提醒大家 明后两天北台湾气温会再回升 但是桃源以北跟东半部 会有局部短暂雨 星期五小年夜 东北季风增强高温又降 到了除夕大年初一的时候 会再回温 只是这时候北部跟东半部 水气还洗比较多 到了大年初二还会有冷气团南下 提醒您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赶快来关心今天的温度 基隆 台北 新北 都会有短暂雨 最高温在16度 桃源新竹苗栗云量比较多 温度是15度到17度 台中 彰化南投 天气也非常稳定 温度是16度到21度 云林 嘉义 台南 情势多云 温度是16度到21度 高雄 屏东 非常的暖热 温度是21度到26度 至于在东半部在宜兰 还是有一些降雨几率 花冬多云 最高温有22度 来关心外岛 天气都相对稳定 最低温9度 最高温有16度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期待